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雞腿 今天的影片要給大家帶來的是 悠久之術的自動戰鬥設定教學 那這款遊戲的自動戰鬥算是非常複雜 要配合不同的角色來修改設定 所以今天我會告訴大家一個簡單的方向 那在開始之前 再麻煩大家幫影片按下一個喜歡 那我知道各位喜歡這個系列的影片 接下來我們就不囉嗦直接開始介紹吧 那自動戰鬥必須要開始戰鬥後才能設定 我們點右上角的齒輪 選擇自動戰鬥 那我們在沒有設定的情況下 點進去只會有優先順序跟釋放目標這兩個選項 那優先順序會按照設定的數字 來決定技能的使用順序 數字越小技能就越早使用 而目標就是這個技能要對誰來使用 當我們選取好特定目標之後會出現類型 類型就是目標的狀態 我們可以依照血量、buff、掉率值等等 去設定我們想要發動的條件 而參數就是更進一步的去設定血量%數 或是buff數量等等之類的 那這些聽起來很複雜嘛 所以我就不囉嗦直接切入重點 我們現在要設定的話 只要記住一個模式就好 那就是爭議隊友狀態 跟降低對手防禦這兩招要優先使用 接著才是輸出技能 只要這樣設定就能讓傷害有一定程度的上升 因為系統預設的順序都有點奇怪 例如卡爾的降低防禦 預設是17還是20 反正就是很後面 然後我們下置的輸出全都是20以前 這樣就會遇到下置打完傷害 然後卡爾才降低防禦的窘境 那直接給大家看比較結果才會比較明顯 這邊我先放上一段 還沒有設定卡爾技能的自動戰鬥給各位參考 好那接下來這場是調整完設定的戰鬥 OK那這兩場戰鬥就可以明顯看出傷害上與通關時間的差距 最後附上懶人包設定 我就把爭議狀態跟降低防禦通通都設定在順序5 然後輸出技能不用調整 除非預設順序是在5之前 那在面對較難關卡的時候 記得把驅散技能 讓影片中這樣設定好 那由於每個人擁有的隊伍都不太一樣 所以只能給個大概方向 要是一部調整還是要依照自己的陣容去修改 如果目前的關卡都不難 只要先把爭議狀態跟降低防禦設定好 就非常有感了 那以上就是這次的影片內容 希望有幫助到大家 還有其他疑問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們喜歡這次的影片 請幫我訂閱、按讚還有留言 這些對我來說都是非常大的鼓勵 我是雞腿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來囉!